明哥想問問 如果私人住宅出現滲水的情況 我們是否可以找政府部門幫忙 是的 如果私人業主發現單位裏面有滲水的情況 基本上可以找政府幫忙 目前來說有一個政府部門叫聯合辦事處 其實可以提供一個一站式的官方調查服務 本身來說這個辦事處是由屋宇署和食物環境衛生署 即是兩個政府部門聯合一起提供服務 本身來說食物環境衛生署是根據公眾衛生及時政條例 去賦予權力去處理一些公眾 構成一些公眾防擾的問題 至於屋宇署主要是針對建築物條例 看看有沒有違規或者建築物失修的問題出現 當然如果是一個調查過程 懷疑是一些供水系統出現問題 有機會轉介給水務署跟進 但水務署並不是聯合辦事處在一起 所以本身來說香港如果發現漏水就涉及這三個部門 整個調查程序一般來說就有三個階段 如果大家市民真的遇到滲水問題 可以打1823政府熱線投訴 就會開展整個三個階段的調查 第一、第二階段由食環署負責 第三階段由屋宇署負責 第一階段的時候 食環署就會首先派出衛生督察 就會檢查一下單位有沒有漏水情況 當然如果看見有持續滴水 明顯漏水跡象的話 就有機會啟動調查 但如果假設看不到濕或者滴水 它需要用濕度錶去檢查 究竟濕度的值是多少 根據現在官方的標準 濕度必須達到35度以上 才們啟動調查 如果達到標準35到以上 就會進入第二階段 第二階段也是食環署負責 食環署負責署責 在务管測試中主要看排水渠有沒有滲漏 如果發現排水渠的顏色水 真的有滲漏去懷疑漏水的單位的話 就會發出一個公眾防擾事故通知 要求漏水的單位業主去維修 當然這個情況是找到源頭 但是如果真的找不到滲水源頭 或者確定不到的 食環署就會將這個個案轉介給屋宇署 進行第三階段的調查 屋宇署目前來說是外判承判商去處理 很多時候外判承判商也會再檢查一次 單位的濕度是否仍然達到35度以上 如果不達標的話 外判承判商也會終止調查 所以必須持續有明顯滲水的情況 如果再一次發現仍然是超標的話 這個歐宇署的外判承判商 就會再一次去到懷疑漏水的單位 進行另一類的測試 一般來說傳統會作用速水測試 也就是說在地台的位置 通常是浴室地台和廚房地台 和一些淋浴間的位置 就浸三種不同的顏色水 至於淋浴間的位置周邊的牆身 它也會潑水上的牆身 通常是灑水測試 這個高度就不少於1.5米高 無疑就像洗澡一樣 原理一樣 經過這個測試之後 大概一個小時左右 接下來最快兩個星期 最遲一個多月 看看樓下單位的天花 有沒有這隻顏色水出現 假設如果發現原來是浴室 臨浴間所用的顏色水 落了樓下單位 也可能會確認滲水源頭 但是留意一件事 因為這種傳統的色水測試 其實成功率比較低 過往傳統統計來說 只有兩三成 所以政府近年 都用到一些比較先進的儀器 例如一些紅外線掃描 和微波掃描 希望將成功率提高 但是目前來說 只是部分一些特殊的個案 政府才會用這個方法去處理 所以整個調查程度 就涉及這三方面的程序 如果找到的話 政府目前來說 都是主要是依靠 公眾衛生及調理 去處理一些私人單位的甚至問題